! 我要當SM的練習生 今天的妝容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啦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次的妝容分享 这一次的妝就是SM练习生他们平常会画的妝 没有那么的厚因为它不是那种舞台妝 它只是那种平常他们去SM练习的时候 练习跳舞啊录影啊或者是录制歌曲的时候会画的妝 今天要介绍大家的呢就是这一款Fairy Cover Foundation隔离霜 它外形真的很特别而且秀起来是没有味道的 那这一款Fairy Cover呢也非常适合马来西亚的天气 有一点闷热又有一点潮湿 它可以帮你当你所要遮的瑕疵 就好像色斑啊作纹啊鱼尾纹啊粗大的毛孔啊等等 它摸起来感觉呢就很像你知道Vaseline吗 非常的嫩非常滑可是又不算油腻的感觉 那如果你要用的话呢你只是需要用好像一颗就黄豆大小的比例就好了 虽然它的分量你用的时候很少可是它遮的功能真的是很厉害 那你就可以向外涂开 其实我开始用的时候真的是有被吓到因为我觉得它比我们平常用的BB霜 CC霜来得更好因为它不厚涂起来真的是薄薄一层而已 可是它又可以帮你遮掉那些你要遮的瑕疵 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它很gain 鼻子之类那个毛孔的地方呢你就可以从下往上 因为下往上的话呢它才可以进你的那个毛孔 那你毛孔哦才能被遮到 这个是一个小技巧 涂起来人家看了人家都不知道你是有化妆 因为它根本就是好像就是你的皮肤的感觉 然后那一天我也做了实验一整天然后到晚上才卸妆 然后发觉到根本就不油腻它也不会出油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下面连接找这个产品哦 那最近呢本宫好像青春期又到了 而且如果你要做那种SM Entertainment的练习生 有可能你是会生病bus因为他们一直熬夜练习 对不对所以我也是会用这个concealer来遮一下我的肩膳啊 痘疤之类的 打亮的部分呢韩国的化妆师大家都是会用这个亮色系的那个concealer来当做highlight 因为这样子的话它才能持久 因为那些练习生呢或是kpop idols呢 他们一定会流汗流汗了他们的妆就会扭掉了 所以呢你用这种concealer来当highlight就比较能持久 耐妆 这个iprimer是一定要的 因为跳舞流汗或是你运动的流汗 上节目流汗一定会腰掉本 所以呢一定要上iprimer 接下来我要介绍给你们呢是我刚才认识的一个品牌 它原来是韩国品牌而且它代理人也是韩国人 嗯我不是很确定它是谁可是如果你知道是谁的话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SMT们他们眼妆的颜色很喜欢用coral那种有一点橙又有点粉的颜色 所以这一款非常的显色而且也非常的靠近Irene她的眼妆的颜色 然后呢他们一定会画在他们下眼的地方 人家看了以为你很可怜你是不是刚哭完的感觉 接下来呢要呈现出更鼓鼓更立体的感觉 我们就会用比较深的眼影来画在我们的后三角的地方 然后记得要用这一种brush 然后我已经观察了那些KPOP的训练员啊 他们都非常的喜欢打量他们的眼头 这样子看起来叛咤叛咤 就会觉得你很特别你很亮眼的感觉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这个 嗯嗯嗯怎么不能开 嗯嗯 OK我们就用这个紫色的亮晶粉来画我们的下眼的地方 让它更符合我们刚才那个coral的颜色 以来也是可以叛咤叛咤 眼线非常的particular的 就每一个眼睛画法的不一样 那我是那一双 那如果你叫我画那种用黑色的眼睛来画的话 我觉得会看不到我的双眼皮须 所以最安全的方法呢就是用这个扁平式的刷子 用brown color的eye shadow来画你的眼线 然后记得画你的下眼线哦 那个眼线呢不要太夸张 因为SMA前面他们不想的夸张 因为他们不是blackpink 刚好就好 OK有一点勾上去就好 接下来就是刷眉毛了 那这一支眉笔呢 其实只是马币五块钱 我觉得它的效果是比那种韩国品牌 或开价式品牌来得更好耶 眉毛部分很简单 跟着你的形 可是尽量画平一点 画横一点 画它的形状先 然后再涂颜色 好像有之原来涂颜色 然后记得就是尾巴要尖 然后平就对了 每一角也记得要画比较尖一点点 不要太尖啦 尖一点点 这样子会看起来 你的脸会比较秀气一点 接下来呢就是拿刷子 因为再刷开它的颜色 我会从后面刷到来前面 因为要借后面的颜色来刷来前面 这样子前面呢 才不会那么的低纳 不会那么的木纳生硬 没有活力的感觉 我会用眉笔再次的涂 把它均匀一点 那因为我的眉毛 它上面虽然我漆了 它还是有一点黑黑的感觉 我就用concealer这样子遮掉 这样子看起来呢 会比较凸显你的那个眉型 接下来就是夹睫毛 夹着睫毛我们的眼睛就瞬间变大了 我也是会用刷子把它梳开 因为我的那个睫毛很不清化 它们会连在一起 那这个是Etude House的 Add Fiber 你一涂上去 眼睫毛会加长 然后会比较浓密一点 我觉得很推荐给大家 我下眼睫毛也记得涂 哎呀我排不到给你们看 接下来就是上Mascara的部分 要小心一点 不要弄到你的整个妆又黑掉 下眼睫毛也记得说 哎呀我帮我敬光 拍不到給你們看,抱歉 接下來我會用回這個眼影粉來當我的腮紅 因為那個SM&CM他們都很喜歡用這種coral的顏色來當腮紅 接下來臉一定要小,要不然公司會叫你去整容嘛 所以你就要把陰影在你的額頭,然後還有臉頰,下巴的旁邊 這樣子你的臉會看起來比較小 接下來就是用這個蜜粉來塗抹在你的景象的部分 這個叫做景象的妝 那如果你沒有差的話,景象就會跟你的臉不一樣的顏色了 欸,我現在應該是巴掌臉了吧 接下來我就會用回顏蓋的那個打陰影的粉來打在我鼻子還有眉毛那一邊 弄給我鼻子更挺一些 那我發覺到少女時代Bread Velvet他們都很喜歡用那種比較鮮艷比較彩色的lipstick 我個人非常推薦Perry Pair,因為它是我用過最好用的粉膏 好 好,那這次我們的妝容就完成囉 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次 我要当SM的 吹你的妆容 那喜欢的话记得按一个赞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话 记得按铃铛订阅哦 每周日晚间七点看新片 那如果你有什么 美妆或是发型之类的影片 想看的话 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 也记得来我的脸书 还有IG找我 say hi 安妞 那我们下周日晚间七点再见咯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